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351节 云叶奇怪的看了女子一眼 这话她不该问呢 也不能问 明显入行不深呢 不过也好 那些假模假样的奉承 也实在是听腻了 反正没人就和她聊聊天也好 是啊 没意思透了 满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有哭的总有笑的 都想一辈子锦衣玉食 抓住了也总不肯放手 没了继续挣就是了 祖先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小女子不懂这些 只知道客人想安静一会儿 我再给您弹奏一段曲子好吗 你不用懂 只需要听着就是了 想弹曲子就弹 你弹你的 我说我的 你弹痛快了 我也说痛快了 各取所得 如何 这些银子 全都给你 云叶从怀里掏出所有的银子 一股脑的推给了那个女子 女子把身子往后一缩 小声的说 小女子只是乐师 用不了这些钱的 您钱面给的就足够了 云叶粗鲁的把银子放在他的裙子上 自古自子说 都想要点什么 和尚想要 倒是想要 一个个儿 非要把其他人踩在脚底下 头处进烂泥里 才满足 我的才是对的 你们说的全是狗屁 小姑娘谈没谈琵琶 云也不知道 一大堆无意的话 从嘴里喷涌而出 一直说到口干舌燥才罢休 揪了七八颗葡萄放进嘴里 吸干了水分 再把葡萄皮猛的喷了出去 好一个天女散化 别人想要安静下来 就需要静思即可 云叶属于狂放派的 需要发现一下才会正常 又不是在家里 黑豹吼不成 软绵绵的歌曲 成了往烈火上浇的腰 看到和尚就讨厌 尤其是满眼全是和尚的时候 这嘴里唾液变得充足了 又站在船头 继续准备开骂 才骂出吐驴二字 一只破草鞋 就凌空飞了过来 抽在了云叶的脸上 味道十分的不好闻 这哪里受得了 云叶趴在船头上狂吐 吐得全身都软了 在绿衣女子的搀扶下 回到了甲板上 一连喝了三杯茶 才舒服一些 那些顽裤子见云叶 被女子扶进船舱 好像腿软的都走不了路了 那些歌迹 就叽叽喳喳的说小话 顽裤们一个个的 把拇指都要翘到天上了 还没等云叶招呼兄弟们 去找拿鞋底子 抽自己的混蛋 一个光头上 全都是呕吐物的黑衣僧 光着一只脚走了进来 柴令武刚骂了一声吐吕 就被一招乌龙白尾 给踹的贴到墙上 哼哼唧唧的说不了话了 惹得歌姬尖叫着 四处奔逃 刚才是谁站在船头上骂人 还吐了佛爷一身的 铁塔一样的壮汉 往那里一站顿时就威风淋漓 宛如天神下凡一般 满船舱都是欺负人 欺负习惯的主啊 谁会被瞎入 那脸面还要不要了 成楚莫大怒 一拳就砸了过去 这小子也是练过的 战场上不少杀人呢 可是在巨汉面前像个孩子 眼看就要落败 李怀仁立马加入了战团 掌孙冲拎着一把椅子就砸在巨汉的后背上 巨汉仿佛没有知觉 李都不理会 一拳就揍在了李怀仁的肚子上 被揍得都飞了起来 刘洪基家里呢 就不出好东西 刘正武的拳头 眼看就要打中了 可是巨汉不在乎 软绵绵的拳头 对他没什么作用 可是这混蛋手里钻着一把戏眼 一下子就撒进了巨汉的眼睛 巨汉咆哮一声 抬腿一脚就踹在刘正武的脸上 鼻血飞溅直挺挺的躺在地上 不动他了 今天为了自由 大家都把护卫撵到其他的船上 不许跟进来 这下好了 李成前跳着脚喊护卫过来帮忙 自己才要扑上去 被李克拦腰抱住 往后拖 豫尺宝林仗着自己牛高马大 拖住巨汉的一只胳膊 就这样 身高九尺的宝林也被抡得飞了起来 后脊梁撞在柱子上 咔嚓一声就把柱子撞断了 腾出手来的巨汉 双手四处乱抓 只要被他抓住 立刻就会被扔出船舱 掉进水里 成楚墨已经挨了两拳 嘴角都有血丝流出来了 在排挤老三再次被踢得像虾米一样乱蹦的时候 云野把舱房里的帷幕扯了下来 立刻就把巨汉包在里边 看到有便宜可占 刘正慧家的小儿子就全身压了上去 只看见布包上鼓起来一个大包 打在他的小腹上 就知道这家伙已经没什么用了 掌孙冲扛着暗脊 人躲在后边 跳起来压了下来 就听见布包里面 闷哼一声 看样子 这样做比较有效 程楚墨照着 好像是头颅的部位 拿着圆凳就砸了上去 圆凳粉碎 布包抽出了一下 终于不动他了 护卫总是来得晚 等他们进了舱房 这里边已经是哀红遍野了 顽裤们倒了一地 抱着肚子的 揉着腮帮子的 夹着腿走路的 鼻子流血的 捂着胸口吐肠气的 当然少不了一个捂住屁股狂笑的 李太高兴极了 这里边全是伤者 看样子 没一个比自己伤得轻啊 刚笑了两嗓子 就被李成前在后脑勺上 抽了一巴掌 他自己也觉得不妥 捂住嘴部吭声 巨汉和尚被护卫们 用牛巾绑了个结实 和粽子没什么区别了 这时候才有人迷迷糊糊的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云叶从案子底下 把绿山子的小姑娘拽了出来 小姑娘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言语 还冲云叶点点头 示意自己什么都不会说 这场架打得莫名其妙 顽裤们受创严重 这绝对是大事 李成前铁青着脸 下令找出这个和尚的出处 他就没打算放过 一个和这件事有牵连的人 一桶凉水浇了上去 巨汉和尚悠悠醒来 眼睛被眼水遮得泛红 张开大嘴大声的咆哮 口中语无伦次的咒骂 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和尚突然不叫了 安静了下来 但是这家伙的肌肉却在鼓胀 牛皮绳子勒进肌肉里 护卫们赶紧扑上去 要制止他 可是已经晚了 牛筋绳子被他绷得断裂开来 一个翻滚就撞破窗户 掉进了水里 等云烟一群人趴在船尾上看时 巨汉已经消失在了水面上 众人面面相去 受伤的顽裤也不叫唤了 每个人心里只想知道一个问题 这家伙到底是谁呀 李成前捡起被绷断的牛筋绳子 放在手里扯了一下 绳子没问题 有问题的 是那个巨汉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李成前一点都不担心 抓不住这个和尚 最多呢 是迟早罢了 可是狼急的现场 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啊 云烟躺在担架上 被抬回了家 那个绿山子小姑娘 也跟着云烟要回去 胖胖的老宝子才要发话 就被太子的侍卫一记耳光 抽得是晕头转向 不敢说话了 把你弄出来 没问题 就冲着你今天帮我 这个忙 我帮了 问题是 你和我回家 这就是问题了 要是说不清楚 你就有苦头吃了 绿衣小姑娘低着头说 您是贵人 就让小女子 在您的羽翼底下 避避风雨 您的要求 小女子恶不遵从 只求您不要让我 再回到青楼里去了 那个地方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没死你 帮你一下 就要以身相学 我才不干呢 好好的 过你的日子去吧 我想 青楼的老宝子 不敢来找你 就在云家庄子把家安了 刚才给了你好多的银子 租个小铺面 也能把自己养活 过两天 让管家带着你去县衙洛吉 没有文书不要紧 过个一年半载 找个好人家家了 这辈子 不就和和美美的过下去了吗 以前有什么事 都忘了吧 好好活下去才是正经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 有声小说 唐砖 早上好好的出门 这才到下午就被抬了回来 兴画坊的家里边 又闹翻天了 云野一咕噜 从担架上坐起来 对着抹着眼泪的星月说 我没事 就是挨了一些底子 鼻子有点流血 算不得什么事 主要是他们全都被抬回去的 我自己走回家 那不像话呀 哪个天杀的 敢拿鞋底子抄您呢 咱们绝对不放过这混蛋 星月怒气冲冲 还要穿上告命的衣服 去京兽府报案 哎 算了吧 京兽府的官员都快要吓死了 要不是有其他人挡着 今天太子的安危都成问题了 你就不要跟着添乱了 呃 对了 那个小姑娘 放了我一把 咱家 不能亏待她 给她呀 在庄子上找个小铺子 让她自己活命去吧 让老钱 给她在县里落急 你确定 不是您养的外面的外事 如果您有心收房 就留在家里 咱家可丢不起那个人 再说了 妾身 也不是一个妒忌的人 星月给云叶擦脸 还拿眼睛 瞟那个小姑娘 少来 你不妒忌 说出去有人信吗 哎 先把掐我的那只手松开 你夫君 我行的正走的直 用不着拿话来套我 小姑娘的事情 就这样定了 呃 我得洗遍澡 那鞋 太他妈臭 总觉得这身上 总有味道 呃 一会儿 你帮我好好措措 星月见夫君 确实是没有把小姑娘收房的意思 立马呀 就对小姑娘热情起来了 毕竟帮过自己的夫君嘛 当恩人对待 不会错的 小姑娘 也是个有眼色的 立马左一个姐姐 右一个姐姐叫的亲热 不但把云叶在事件中 说的很无辜 还和星月一起唾骂了那个和尚 还说 那个和尚本来呢 已经被侯爷抓住了 都是那些护卫没用 又让和尚给跑了 至于程楚墨 长孙冲 刘正武这些人 那不过是一群酒囊饭带 听得星月大喜 从头上抽了一根簪子 就送给了这个叫酒儿的小姑娘 经兆府在大所 尤其是和尚 必须全部登记 一个都不能少 普通们拿着画影图挨个的对照 还找到住在建福寺的道信 啊 要他把人交出来 免得连累其他的和尚 这样做呢 也没错 道信呢 是大僧政 僧人犯罪 找他那是合情合理啊 道信 未探一声 和尚双掌 宣了一声佛号 就跪在佛祖前 开始诵经 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得罪了几乎大半的熏贵 想要瞒 是瞒不过去的 头顶凹陷下去一大块的道法 抬起头说 主位 不必麻烦了 闯祸的 是贫僧的弟子 狂越 捕头大喜 抖着铁链子 对道法说 哎 大师 你们都是得到的高僧 分普通呢 也不想难为僧人 但是呢 这案子捅了天了 那是太子殿下亲自点的药饭 我一介小利不敢瞒 也瞒不住 请大师把狂越僧叫出来 我这就回去复命 道法大师抖着长眉 对经兆府的普特说 狂越是一个可怜人 早年间就失去了记忆 是我从海南把他捡回来的 跟着我足足有了五个年头了 他虽然狂暴 但是从不伤人 今日之事 还请官人详查 如果要怪罪 就怪在老僧头上就是 他是一个痴人 如今受了重创 就放过他吧 普特黑黑笑着 命牙医们包围了蝉房 只听一声大好 一个巨汗就从蝉房里冲了出来 头上呢 还包着白布 上面还有斑斑的血迹 跨了两步 就捉住被吓坏的普特 倒着就拎进来 要从中间给劈开 道法和尚喝了一声 捏账还不住手 巨汗愣住了 又把普特放了下来 普特踢腾着腿 不停的往后串 刚才呀 他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呢 道法和尚捡起铁链 把其中一头的枷锁 靠在自己手上 又把靠脚的那一头 锁在巨汗的手腕上 柔声说 徒儿 不管如何 为师陪着你就是了 听着道信念佛的声音 变得有些激昂 道法转身 朝着大殿内 喝了一声 无苦不拔 无乐不渝 道信念经的声音 顿了一下 又恢复了原先的 平缓和安详 一行人出了建福寺 没人敢对狂野僧无礼 道法和尚安部当车 一边走 一边对路两旁的信众 合掌祝福 那道铁链似乎并没有成为他的枷锁 仿佛天生啊 就该在他的身上 与念初无异 牙医们越为越多 普通的腰板呢 也越挺越直 路过西市的时候 狂野僧闻着酒香不走了 道法就拿着一只钵鱼 去给他向酒店的老板 讨来一钵鱼 狂岳僧一口喝干 虽然有些不舍 还是迈开步子 向京兆衙门走去 京兆的衙门 一般没有主观 都是一些重臣 来轮流兼任的 本来 雍州墓的活是李太的 但是今日的李太 对这个位置没有丝毫的兴趣 一个人沉浸在火药的研制里 不可自拔 他认为 八十个雍州墓 也没有火药重要 如今坐在大堂上的是 卫公李靖 今日接到太子的教令 知道啊 是在追捕一个和尚 就发了命令 自己坐在后堂看书 只是心中总有些不舒坦 慌得厉害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放下书本 准备在花园里 走动一下散散心 就在这时 一声熟悉的咆哮声 从前堂传来 心头一惊 快步走到前堂 只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正在冲着牙医们咆哮 一个枯瘦的僧人 嘴角流着血 坐在大堂中间 低声说着什么 看到牙医们水火棍 就要落在巨汉的身上 李靖大怒 喝止了牙医 自己来到大汉面前 颤声说道 三弟 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啊 廖铐被大汉扭得花花指响 听到李靖的声音 举起手挠挠光头 扯着嘶哑的嗓子问 啊 你是谁啊 他对李靖的声音也很熟悉 可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是谁啊 心里发急 又变得狂躁起来 葡萄冲上来 想要保护李靖 却被李靖一脚踹开 李靖三两家就脱掉官服 摘下帽子 把头发打伞 重新结成一个集 从怀里掏出一根木簪 插在头上 笑着对巨汉说 二弟 你怎么连为胸都认不出来了 到底是二弟还是三弟 前面写三弟 后面写二弟 巨汉嘴里赫赫有声 指着李靖想要说话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焦急之下 又拿镣铐砸自己的脑袋 鲜血顿时就流了下来 李靖抱住巨汉 不让他自残 从普通那里要过锁势 打开镣铐 拍着巨汉的肩膀说 不急不急 想不起来就慢慢想 回到家里 咱们和三妹一起想 总会想起来的 在巨汉安静下来 又给道法大师打开镣铐说 大师 我二弟是你从哪里发现的 道法眼中全是笑意 对李靖说 狂越是贫僧五年前 从南海之宾遇到的 当时他几乎一丝不挂 看样子是遭了海难 贫僧就带他回寺庙修养 他一直在发烧 嘴里念叨着蓬莱 方丈 这些传说中的仙境 整整烧了半个月 方才醒过来 可是他对自己的往事 却一无所知 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老僧见他孤苦无依 就给他剃肚了 只是见他每到月圆的时候 就会发狂咆哮 就给他起了法号 狂越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